農業部在日本的展貨也不小 第一天就獲得了大筆訂單 除了鳳梨 包括了台灣夏天的紅肉火龍果 也有望賣到日本去 日本東京國際食品展 是全球三大專業食品展之一 農業部率團參加 向世界推銷最美味的台灣水果 農業部為了要讓日本 以及各國的消費者 更多的認識台灣的農產品 我們也成立了我們的台灣農產館 在農產館裡面有優質的農漁序產品 來展現我們對於台灣農產品的 不斷的創新以及國際化的一個用心 農業部在展區設置台灣農水產物館 活動中用蜜台灣飲品 將鳳梨 火龍果泥 百香果醬 茶飲 調製成最吸睛風味獨特的手搖飲 活動開幕第一天就獲得日方大筆鳳梨訂單 我們渴望在今年的夏天 在火龍果主要產季之前 可以成功的通過日本的許可 讓日本的消費者可以更多的來享受 我們鮮果的紅肉的火龍果 台灣農產品供貨穩定品質又高 農業部持續擴大外銷成績 三年四月三日